法国零增长 英国西班牙 副增长 美国GDP第一季度 副增长1.3% 所谓大经济萧条 大萧条 一般都知道它的持续时间很长 美国1929年到30年代 它的持续在大概4年 直到1933年 大萧条 大萧条牌的另一个特征是 银行和企业的大战倒闭 失业需求增加 产品和出口权率下跌 股市楼市下跌 整个经济 处于停止和衰退现象 大陆的信心丧失 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 发达国家斯文基地 有些发达国家斯文基地 民衡企业倒立 甚至百年的金融老地亚 一夜之间 学生会破产 这个很有意思 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叫詹子 他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 在纽交所 我还帮他搞北京白日处 因为我的助手 因为斯文奈的学生 也是哈佛大学的 搞全球化理论的 从那调到 纽约证件所 筹备北京白日处 当时我妈也搞起土瓜 我记得 他希望通过我 跟中国领导私交朋友 我说没问题 我带你去 我说你这个思路非常好 他还告诉我 你知道 柳交所的精神和口号吗 我们没什么 我们一夜之道 中国首富 亚洲首富 世界首富 我听了也很激动 财主对一个人也是十分重要的 他问我 他说你的作用是什么 我说他说我没什么 我就是给大部分做服务 但是我也有一句话 世界不要给我机会 那有机会 我也希望 试试自己的能量 但是没想到 后来他也给他安排了 去年了我们的安排 还见到中国一些领导人 我把当时 中国领导人 新的领导人还没上去之前 有些我推荐给他 我说这些将来 未来都是中国的 顶级领导人 管人事管经济 包括新级品 我记得他们到纽约所来参观 还跟他们交流 这次循庆创致 但是后来我听到他 一夜之间 开公司他请我去 当时也邀请了 美国巴尔森 无一组副总理还在的时候 还有 郭伯伯 郭伯 还有美国的一些 顶级参与专家 飞到北京 我们参加了 纽约中线所的开明仪式 但是我们也没想到 这么快 张森教的 美名计划 他的动作非常快 我觉得将来不是强的 不是大的 是小的 是谁快去吃 但是 张森很快的 一手就卖了 把美丽卖掉 如果他在慢 他在慢 他在收卖了 他的美丽就长得破产 其实第一个破产呢 他跟我讲 应该是美丽金环 第二个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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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里面说的 这个 在这儿 世界 动荡的异准 也诞生了一批新的领导人 比如新建总统 奥巴马 为加速世界的全化过程 面对全化抢战 他率先提出 在全化病理下提出 美国需要辩论的 但是我也 给他去不信 在他上任的时候 我通过他朋友给他 我欣赏他的 识议和打量 但是他的 我担心他的 是他的经验 和他全球化的信套能力 因为这个不是光 仅仅是停留在嘴上 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方案 所以 我们下个月 还给我们准备跟他们的经济班子 包括萨姆劳伦斯 我们还看到 中国已经有一套方案 我们想探讨他们的方案 萨姆劳伦斯 我是在几年前 在打沃茨会议上 我们俩是同学同学生 他原来是我们汉部大学校长 那么他原来对全球化的认识 也是停留在美国时代的全球化上 后来推进 沃茨写了一本书叫 The Globalization is Work 全球化上还行 他认为现在全球化 要应该启动他的程序 但是我们的思路 在对全球化的认识方面 存在一些分歧 这个不难怪 你们的那种